今天清晨5点38分 国道1号高架往南大约19公里附近 发生了四辆轿车追撞的事故 一共造成三个人轻生 其中一名65岁男性驾驶 抽获当下受困在车内 导致左右大腿一边开放性骨折 一边是闭锁性骨折 挫救时意识不清 已经紧急送往林口长庚医院救治 另外一名30岁的男性 计程车驾驶头部有撕裂伤 索性意识清楚 而这起事故正值上班时间 占用了中内线车道 也导致了后方一度回堵5公里